5G 嗨 大家好 我是TKBOUND的特派語言Zoe 今天我們來接訪民眾對於5G的認知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你知道5G是什麼嗎 嗯 知道 知道 4G 多一點 嗯 我只知道它比4G的頻寬還要大還要快 其他的我不是很清楚 你知道5G是什麼嗎 5G 等一下手機費率大概是多少 好像 500多吧 5G大概是多少費率你會想要更換 應該差不多價錢 1000以內吧 那如果更貴咧 更貴啊 沒辦法吧 因為學生你懂的 其實對我來說蠻夠用的現在 不會特別欲望想去買 1500啊 就更高一點 對 高一點OK啦 那如果2000呢 2000啊 2000OK啊 3000 3000我覺得也OK啦 所以就沒有額度是嗎 對對對 沒有 我們共事會服 共事會服 呵呵呵呵 未來如果說5G比現在的4G還要快90倍的話 快90倍喔 快90倍喔 你願意多花多少錢 你去買一支5G的手機 5000塊吧 因為我覺得手機對我來說蠻重要的 1000塊一點 因為我需求量不大 兩萬 一千 五百 五百 三百 OK 三千OK啦 三千 我應該會以上 一般公司會付啊 對對對 如果公司不付3000也OK啦 那如果公司不付 那五千啊 這幾個是5G的服務項目 那哪兩個是最吸引你 影片下載更快速 然後 換影片不會卡 影片觀賞 然後跟 線上遊戲吧 數據分析跟 線上遊戲吧 下載吧 遊戲線上玩 免下載 跟 觀賞影片吧 所以現在打遊戲很LAG 對 有一點有一點 數據分析是目前常常會用到 功課報告之類可能 會用到對的話 現在看影片是會很LAG嗎 檔案太大 跑來半會卡住之類的 在玩遊戲的過程中會卡嗎 有時候會喔 就會LAG 然後甚至當掉 然後就輸了 對沒錯 我很在意這個 看影片欸 看影片的部分 因為我喜歡看影片的時候 快展到1.5倍 然後他快展完全沒有辦法動就對了 就有時候快沒辦法 然後就因為還是要等他 他要轉轉轉啊 就是希望可以再更快一點 再更快一點